周寒妹57歲離開人世 那麼關於他的病情有兩種講法 他自己講過血小板低下 另一個就是朋友說他有紅斑性狼瘡 那麼這兩個我們會帶大家來了解 到底是什麼 而且彼此是不是有交互作用 其實紅斑性狼瘡我們之前講過 他就是一個免疫疾病 但是我覺得唐納這個形容 蠻恐怖的 他說像上萬隻蟲在鑽 因為他有紅斑性狼瘡的問題 唐納之前出了一個大車禍 所以他休養了非常多年 之後他又有甲狀腺失調的一個問題 在2000年的時候 他爆發了紅斑性狼瘡 根據他的形容真的非常恐怖 為什麼呢 你會有月亮臉 整個臉是腫的 你會凸眼睛 脖子會腫 然後重點是 會有大塊大塊的紅斑 各位想像 這對女藝人來說何其沉重 然後再來 他說那個皮膚會均裂 會剝落 剝落的概念像什麼呢 就像牆壁上的那個漆掉 我下來 他說大塊小塊大塊小塊的掉 掉完之後 沒完沒了 也就是說掉完之後 他又再均裂 然後再掉 不斷的循環 他說這段時間 其實身心靈都受創的非常嚴重 所以除了透過藥物做治療之外 他後來是透過瑜伽 讓自己能夠有一些心情上的一些平復 所以這幾年其實他瑜伽練得滿好的 幾乎是教練級 那可見紅斑性狼瘡對他來說 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打擊 那除了唐納之外呢 來看這一位 席琳娜 各位喜歡看這個電影或電視劇頻道 對他應該不陌生 他今年只有31歲 可是各位知道嗎 他很早就爆發了紅斑性狼瘡 而且他攻擊的是他的腎 你知道他的腎最後是壞掉 沒有功能 所以而且是非常非常緊急 所以他當時是求說 有沒有辦法配對 讓他能夠換腎 你要怎麼去配對呢 所以後來是他的一個好朋友 叫做法蘭西亞 他本身也是一個模特兒 他這個閨蜜就說 我來好了 我試試看 配對成功了 兩個年輕的女孩就做了這個換腎的手術 其實這個手術三個小時換腎 換完腎之後呢 席琳娜還經歷了五個小時 因為這中間還有一個什麼動脈出血之類的 等於是生死關頭走了一圈 那各位會說 這個換腎之後 他是不是健康就已經沒有問題 不是喔 他現在還是透過藥物在控制 所以其實健康上還是一大隱憂 好 紅斑性狼瘡 請教一下蔡醫師 唐娜她的講法是說 包括凸眼睛脖子腫 大塊紅斑 然後皮膚會均裂 脫落 會這樣 其實是這樣說的 紅斑性狼瘡其實不一定會有皮膚的症狀 但是有皮膚症狀的時候通常是很不舒服的 剛開始可能會有一些蟲在鑽啊 羊啊刺痛的情形 那是什麼狀況啊 是全身嗎 他說有些病友跟我反映 大部分在四肢會出現 那有些人比較局部就是在臉部 會曬到太陽的位置 因為這個疾病有一個特色 它叫光敏感性 就是他們沒有辦法接受到紫外光的這個暴露這樣子 那另外我有一些病友他就只有在手部 那像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這一張圖片 那這是我臨床上真正的一位病人 那我有證據他的同意啦 那他希望說這個部分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所以大家不要忽視掉這些紅疹也是有可能會出現在手的 所以他說一剛開始手會痛 會癢 然後他沒有辦法好好的操控手機啊 甚至沒有辦法好好的拿筷子吃飯 但是他覺得拿筷子吃飯的時候 他筷子都會掉 很不舒服 很痛苦這樣子 但是他非常年輕 大概二十幾歲而已 對 所以他是很難受 甚至你看像現在很多小女生會去做指甲 所以像他這樣又跟我說 蔡醫師 我覺得我要伸手出去的時候 我都覺得自己心裡很受創 比如說我沒有辦法跟其他的女生一樣這樣子 對 那上面有想到說 皮膚會不會均裂啊 會脫落的情形 其實這個是因人而異 因為有很多狼瘡的病友 其實他只是單純的像是 類似像是群麻疹這樣的症狀出現而已 甚至連紅疹都不一定有 那為什麼這個名字聽起來好可怕 紅斑是狼瘡 好像被狼給咬一口那種感覺 這個命名真的是個美麗的錯誤啦 對 因為依據過去的文獻 他那個狼瘡的那個狼 其實來自於拉丁文 就是這個lupus 我們英文是lupus 那它在拉丁文裡面就是叫wolf 狼的意思 就會發現說原來病友上臉上這些紅斑 好像被狼咬到 然後會潰爛的樣子 還會潰爛喔 對 還會潰爛的樣子 所以他的紅疹不是單純的紅色平平的 或是像群麻疹這樣浮起來 像蚊子咬過的這種疹子 他說會變厚的 因為那是皮膚的一種發炎反應 對 所以這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那後來我們在做更多的研究 才發現說原來它是一個全身性的疾病 從頭到腳 從裡到外 都有可能會受到影響 尤其它影響的是育齡期的女性 我們正在女性能夠生產的年紀當中 所以通常你們發現是幾歲到幾歲啊 通常因為畢竟在18歲以前是看小兒科啦 對 18歲以後才會看我們科 所以我們都會說大概18歲到48歲之間 對 也就是對 就像你剛剛講的48歲之後 可能有些人又面臨了這個更年期的問題了 所以在這之前就剛好是容易發作的時間 因為現在目前有一些研究 它沒有一定的定論 但是有很多科學研究來去看說 是不是女性有什麼樣的原因造成紅斑性狼瘡耗發 第一個可能是女性荷爾蒙 可能來的比較高會影響這個疾病 接下來就是有人說是染色體的問題 因為女生是XX嘛 男生是XY這樣子 對 那紅斑性狼瘡的變化呢 這是我們說它叫百變女王 千面女狼 那它最常見的表現還是以疲倦為主 因為它身體在發炎 那有一些比較嚴重的病友 他會滴燒 滴燒 某一個時間他就說 醫生我就全身熱熱的這樣 那當然還有一些病友是由我們協議科醫師 林醫師他們這邊會轉介給我們的 因為他們發現去做體檢 出現血小板低下 出現這個紅血球低下 甚至有一些人淋巴結腫大發炎的情形 來到血液科這樣子 那有一些比較嚴重的患者 他可能會出現神經系統病變 他常常會忘記事情 甚至有些人會癫痫發作 這也是我們一些狼瘡的一些症狀 接下來當然還有一些心肺的功能影響 腸胃的功能影響 那我覺得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假設你出現皮膚疹 你不要先想說自己是不是單純的一些皮膚的過敏啊 免疫的疾病而已 你可能要去做切片 甚至要去做到切片來去做檢查 好 所以去看了皮膚科之後 如果一段時間都沒有好 或許要想一想 是不是要找這個免疫逢濕科方面 那林醫師 以中海面來講 紅斑性狼瘡跟血小板低下 這兩個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大家知道其實血小板在體內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素質 它常常反映的是你身體裡面有一些疾病 像是你感染 像這陣子的登革熱啊 前陣子的新冠肺炎 都有可能導致血小板低下 或是你體內正在處於一個發炎很厲害的狀態 像是一些慢性的肝炎啊 或是你有一些糖尿洗腎都有可能 再來就是自體免疫 像剛剛提到的狼瘡 一定是要做排除的診斷 這些診斷我們都需要把它做排除以後 才可以診斷它是一個原發性的血小板低下 也就是說有這些免疫疾病的人 或者是一些感染你剛剛提到的 也可能會造成血小板低下 沒錯 而且還比原發的更常見 好 那郭醫師 如果免疫方面的疾病的話 我們哪一些穴位可以幫忙 今天郭醫師會告訴大家五個穴位 我們先來看頭跟身體上面的 就是手上的 好 其實我們的穴位本身來講的話 它就有所謂的雙向調節作用 我舉個例子 就很像核骨穴 它是一個陽明大腸筋的一個重要的穴位 通常說頭向形列圈 面口核骨的時候 我們頭的問題 嘴巴的問題 牙痛的問題 你可以找核骨 止痛你可以按壓 但是如果虛寒性的這種疼痛 你可以用溫揪 所以它達到所謂的雙向調節作用 對於調節免疫 河骨是一個非常大的穴位 河骨怎麼找 它在我們的大指食指的交接處 我們把大指食指把它撐開 那現在把它合起來 你就會發現 這個肌肉非常的豐厚 最高點就是河骨穴 按壓的時候怎麼按壓 朝我們食指的長指關節去按壓 會很痠 很脏 有 對這個穴道就是河骨穴 所以當你疼痛的時候 河骨穴 輕輕的按壓一下 或者是說繞圓圈 對 然後第二個大穴是我們手肘上面 也是手揚明大腸筋的一個 曲齒穴 那我們常常說曲齒拱手取 也就是說你去 取這個穴位的時候 你手要很像拱手 拱手做一的時候 然後這個穴道就是我們所謂的曲齒穴 了解 就是把手這樣子彎起來的時候 然後也是這裡砰砰那個地方 對 這個就是曲齒穴 如果你的手是採用扶掌情況之下 你就找不到這個穴位 中立位 第三個穴位是在我們頭頂上面的 這個叫板蕙穴 它在我們的兩耳之間上面 還有鼻子都知道嗎 鼻尖到眉心連一條線 兩條線的交接處 那每一個人或多或許 他可能會往前往後 往左往右 那有些人就會發現 那個點剛好凹陷 那這時候你按壓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有些人他頭皮很軟 有些人他頭皮很硬 一般頭皮軟的 都出現那種常凹液的患者 你怎麼按壓 你就會發現 他怎麼頭皮軟軟的 很像豆腐一樣 那平常容易緊繃的 你就會發現他的頭皮 非常的緊繃 對 OK 百慧穴呢 所有的這個經絡 都是匯集在這裡 所以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 按壓 保養 蠻好的 我們今天也請到秋香老師 如果最頻補 對大家最安全的 要怎麼補呢 秋香老師今天要做的這一道是 這一道是四菌加味肉片湯 那我用的就是四菌子的材料 那我把那個 因為裡面四菌子就是森林竹草 那有的會用高麗森 會用那個什麼酒香 就是紅森類的 那我覺得那個就是太上火 然後也會增加 你會增強你的免疫功 你就會 你自己就會打仗 就攻擊自己 對 所以我就是用一個 劍補脾胃的擋身來取代這樣子 然後加一些桂鹽肉 因為桂鹽也是一個補血的嘛 還有紅棗這樣 那我用的是苦茶油 來炒這個 這個大蒜 那這個大蒜呢 你看我們這個大蒜 就是剛剛好在冒芽 這個時候是能量最高的時候 你故意讓它發芽的 這個時間點會花芽 如果你在外面買到沒有花芽的 那個都是進口的 因為有照過一個 好像聽說是枯60還是怎麼樣 就不會就不會花芽 所以這個花芽呢 是最棒的時候 所以我就把這個大蒜呢 就是不要看到發芽 就把它丟掉了 對大蒜花芽是能量最高的 今天秋香老師 其實他用自己現身說法是最適當的 因為你自己就有免疫方面的疾病 是 我自己有 因為我發現就是我有那個肝癩 60歲的時候肝癩花作了 然後呢 其實早期小時候的時候 一直以為心臟病 其實是裂縫絲性的引起的 對那 後來呢60歲的時候 我有肝癩 然後我去也是大醫院 然後他們就說 不是啦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大概折騰了一年多 都沒有怎麼樣 就是一直不以為說 我是一個免疫的問題 後來是因為關節 整個變形 是把第二個食指 跨到拇指上面來 不是拇指外翻 那就是關節變形 所以才開始 有在注意吃藥 所以那以前啊 我們每次冬寧進捕 我都會用石鹹大捕 但是因為我是比較照性體質 對 照性體質很容易發炎 所以我就會在我那個石鹹大捕裡面 會加一些西洋參啊 就是比較退火的 然後加一些麥門洞 天門洞 而且你說甚至有的時候用人參虛就好了 比較平對不對 才不會說 那可能 反而要補就上火了 太發炎 千萬不要去用高麗參 那有的人很喜歡就是用石鹹大捕 就覺得那個是 吃了那個就會擺讀不清 其實你要看你的體質 沒錯 如果民有問題的 千萬不要執著於一定要吃那個石鹹大捕 還有那種什麼二十五味中藥材的那個 去熬煮的 還有七十味中藥材 那都是騙人的 千萬不要好不好 對 別人是補 對你可能就不適合了 或許是毒吧 如果我講的嚴重一點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今天郭醫師開這個四菌煮湯的目的 對我們常說是要三分煮 這個要適合別人不見得適合你 像我們台灣就是高手在民間 有很多人吃了很有效就拿給出米家拼 那我說四菌煮湯其實之前有一個來由 就是可能宋陶有一個大戶人家 養了四個兒子 他本身因為長時間的想要去養家活口 非常努力的去工作 結果累積了非常豐厚的一個家業 這時候他突然生了一場大病 那你兒子說你這四個兒子 為什麼不去努力的去民間找一些方藥 來治療你的老父親 結果大兒子 二兒子 大包括小兒子 從四面八方去找了非常多藥材 結果也不知道哪一味藥 到底對老父親有效 就把從東西南北找來的藥材 全部加下去來治療這個老父親 結果老父親就因為這些東南西北找來的藥材 就被他治好治療好了 因為剛剛有四個小孩子 就把他成為四菌子湯 可是藥材不複雜耶 對 其實我們四菌子湯就只有四味藥 就成為剛剛秋香老師說的 森林竹草 人生 白竹 茯林跟甘草 對 那他其實辯方非常多 因應每一個患者他的狀況不一樣 如果像秋香老師他想用輕補 我們可能就會選用擋針 或太子針 比較不要那麼燥熱 那如果這個人他比較屬溫 這種含量性的一個身體或體質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選擇高麗針 那如果你不知道他的體質是什麼 我一般都會選擇像擋針就可以了 好 所以郭醫師說這個包括像 血小板低下啦或者有免疫疾病的人 原則上都是很平的 大家比較可以安心 好 我現在因為這個肉片非常快熟 所以我就會順便把青菜加進去 那這邊的酒也不要太多 就大概兩大匙就好了 就是去掉那個肉的一個肉腥膳味 好 那這邊我煮好了就是 我煮了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喔 對 觀眾朋友如果說你真的沒時間的話 你就放煎鍋 像這個 你看那個擋針都很小的 還有長燙了 然後桂圓也變成胖胖的 所以這一道應該是甜甜的囉 對 有一點甜甜 對 好 那這樣子滾起來其實就熟了 我們這裡面來調味 就是很簡單的一點點的鹽巴 這樣子就完成 一滾起來它都熟了 你看這個肉片就是這樣就熟了 那也不要煮太過頭 那這一道就完成囉 這個冬天暖暖的喝 試試這道四斤子加味肉片湯 四斤子加上和手烏烏一同熬煮 要散入糖溫和進步 幫助您硬化氣血喔 廣告之後來看 如果是一般人想要冬令進步 要注意什麼呢 有幾個鍋它是高鈉 而且熱量特別高的 稍後回來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